大台南首长蓝营到底要推谁来选 先前呼声最高的是教育部长吴清基 但是他今天现身在公开场合 被记者追问他会不会参选的时候 表示他没有意愿来听他的说法 一向被视为民进党大票仓的台南县市 蓝营在这里拼选举可以说 会陷入苦战 出身台南的吴清基形象清新 被视为是热门人选 但是他本人没有意愿 看来国民党又得伤脑筋了